在美国的大棒面前,不少人建议,为了赢得和平发展环境,应该主动低头,扑软,甚至跪下,不放心西方者认为只有满足了美国的要求,美国就不会再步步紧逼,就会不再进行打击。 难道这些青梅者的判断是正确的吗?估计大多数人都知道答案。 法达姆让步带来的结果是绞刑,卡加菲妥协的结果是身手益处,俄罗斯妥协的结果是美军直接将兵力逼进家门口,欧洲不信这个鞋,相依妥协赢得美国让步,换取宽松的环境。 可是结果却很残酷,欧盟做出让步之后,美国不仅仅没有放过欧盟反而变本加厉了。 德国之声网站9月4日发文指出,欧盟主动妥协,也可以说是主动向美国跪下服软,宣布取消对美国汽车的所有关税。 德媒微信指出,欧盟认为只要满足美国的要求,就不会遭到美国的打击了,可是这次欧盟显然错了。 大金社报道,特朗普在欧盟做出取消美国汽车所有关税的决定之后,突然又发飙了,强硬的指出,欧洲零关税没有用,他们喜欢卖自己的汽车,而不喜欢买美国的汽车。 特朗普的意思很明显,那就是欧盟仅仅取消关税是不够的,还必须买美国的汽车,这个要求显然是得寸进尺,有点太霸道了。 不过对于美国而言,特朗普的要求也不奇怪了,因为美国优先才是其根本要求,按照美国优先的要求,凡是与美国利益不符合的都要改变, 所以特朗普的要求也不算过分了,网友调侃道,川普这是准备改写WTO规则,在欧洲一律买美国汽车,难不成川普真要上这个霸王调款,搞强买强卖,虽然这只是一个调侃,但美国真的是这样想的,因为美国利益才是最根本的。 当前情况下,出了美国优先,好像没有任何规则能让美国满意,强大者的公平,难有信用可言,欧盟用亲身经历,体会了这句话的含义,人无信不利,国家失去信誉会怎样? 美国正在为我们做出示范,谁对美国让步,谁就会一步步被残食惊吞,让步,容忍,不是敢话是鼓励对方变本加厉,那些大喊贩上美国契约精神的侵媒者面对这个事情也沉默了。 不过,这段时间,真没怎么有提倡赞扬的了哈,主子打脸啊,现在的美国,貌似轰轰烈烈的玩出话来了,其实不够魂不离玩自己呢,欧洲人根本就没有读懂特朗普美国优先是什么意思,傻乎乎的与美国搞零关税。 那么,美国优先放什么地方?欧洲人再不清醒就等着安仔吧,欧盟主动认输满足要求,却遭遇美国变本加厉,很好的全身的趴下无用这个道理,只有斗争到底才是出路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